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9月3号 下午的2点56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Sperix项目的团队成员的介绍 那么有很多网友问这个项目是谁做的 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那么开始之前还是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进入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可以去查询这个公司叫Sperix.io 它是总部在加州的硅谷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资料库来查询 叫做Crunchbase 它是一些初创公司的一些资料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司 这里有写Sperix是为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务 构建最安全和可扩展的基础设施 它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 那么这里有五个联系人和四个员工 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看一看 那么公司的介绍是区块链行业 加密货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 那么它的多样性是女性领导 说明这个团队的总负责人是个女性 成立时间是2019年的10月1号 就是咱们PT官网以后的几个月 总部是在旧金山湾区美国西部 但是据说很快 他们要搬到东部纽约来 创始人它这里写的是Fried Tsai 是一个女性 也是一个华人 那么这里有写它的公司的一个简单介绍 它是为去中心化的金融机构 建立可信赖的基础设施 然后它有一个供链 叫做Sperlux BDLS共识协议 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和性能 最重要的是这个Sperlux的基金会 在金融层中嵌入了原生的多数稳定币 叫做Scoin 然后以桥接互联网用户和加密原生应用程序 那么这家公司 Sperlux得到了Outline Ventures和FBG Capital的支持 那么回头有机会 我们再讲讲这两家风投公司 2019年在加州的硅谷的门洛帕克成立的 现在团队分布是在美国、新加坡、希腊和中国 好,这里有写的几个人 一个是营销总监洛卡斯刘 还有一个是亚利山德纳加尔萨 还有这个女的叫Fry的彤徐蔡 蔡彤徐 还有一个叫做曹光叶 这个叫鸡蛋五 反正有很多华人在这家公司里 我们回头我们会一个一个介绍 好,首先我们在LinkedIn上看他的公司的介绍 这里写的中文是叫斯佩拉克斯 中文翻译 他这里写的 斯佩拉克斯是成立于2019年底 是一个基于硅谷的区块链平台 它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构建现代货币 它是以斯佩拉克斯的ERC20的代币SPA为核心 那么斯佩拉克斯的主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构建一个混合稳定币 叫USDS 那么它可以协同两种最广泛采用的稳定币策略 加密抵押和算法稳定 这两种 它是混合着用 这两种稳定策略 那么除了这个美元稳定币以外 他们还在开发一个DeFi的产品 它是包括了这个斯佩拉克斯代币支持的合成资产和期权 具体什么样的还没有出来 等我们出来了 等它出来了 我们可能会更详细的了解 那么它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叫Sperlux的Play 那么在这个软件里 你可以挖掘XP的点数 然后这个点数可以竞标NFT的碎片 可以用来购买NFT 还有以朋友组成团队来增加奖励 这个就是推广收益 要多推广 还有解锁挑战 铸造和兑换美元等等 使用Sperlux的合成资产 可以分享你的个人加密投资和开发更新等等 那么它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它还有云挖矿平台或者是钱包 那么另外它还在构建由IEE获奖的一个公链 叫做BDLS共识机制 支持的第一层权益证明原生的公共区块链 那么这个公链就有高的吞吐量 还有更短的区块确定时间 还有以EVM兼容 EVM就是一个以太坊的虚拟机 大概是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和产品 好 我们看看他的人 那个路卡斯·刘 他是住在中国北京的朝阳区 他是做营销经理 就是做市场营销 这是他的一些个人的简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新招的一个女孩子 叫亚历山德纳·加尔萨 那么她呢 是一个做营销的实习生 也是做相当于数字营销和传播的 相当于做销售的 这样一个人物 在这家公司 还有呢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女性的主管 叫Flyde Tsai 叫蔡同序 她呢 主要是做 以前是做新闻媒体的 她们现在正在招聘人 看到没有 她这个公司呢 还在不断的扩张 她说Spract使用稳定混合币 移动应用程序 和第一层共识协议构建现代货币 主要就是指美元稳定币 USDS 还有另外呢 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 密歇根大学的 叫曹广业 他那是做一些投资组合经理 还有一些 这种商业化基金 做这种金融行业的 博士 还有呢 叫吴佳佳 这个主要是做能力资源的 就是招聘新人的 主要负责招聘 还有呢 叫金沙德斯特 那这个呢 他是主义营销总监 他以前 可能现在已经不在了 在这里做了一年 还有呢 叫周勇 这个呢 主要是做研发的 他是在美国的北卡罗纳大学 做过一些区块链的一些研究 然后呢 又去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 做助理研究员 那么现在呢 在全职在Sprilax的 做合伙人 还有技术协调员和研究 他他主要是做技术的 叫周勇 那么他现在也在招人 你看 他招聘工程主管 叫什么 聘请工程主管智能合约 他是在纽约 说明已经可能搬到纽约了 这个是15天前发的广告 还在招人 做智能合约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公司 还在不断地成长 所以还是不错的 还有这个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呢 他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专家 他主要是做这个电子商务 还有算法稳定币的核心研究员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懂技术的 然后你看他的官方网站 也这些人都有介绍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尼古拉斯安德列里斯 做经济研究的 还有一个女孩子呢 叫尼卡 这个是大二的学生 弗吉尼亚大学的 还有一个呢 是在中国招的一个 好像是印度还是哪里的人 他是做社区服务的 就是跟粉丝沟通的 然后这个呢 是阿特里鲍米克 是做产品的 他是为大型的跨国银行 制定数据驱动策略的 对Define呢 也非常有兴趣 他是在印度毕业的 这个女的 印度理工学院 是印度最牛的学校 他是工程硕士 还有呢 叫斯蒂文伯克 是经济设计的 他对数学和金融建模 是非常有兴趣 他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Fried菜 他是全球战略顾问 他是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的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曹光业 是一个密西根大学的博士 主要研究经济的 和金融的 他也了解 区块链经济的机制 运用宏观经济学 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 反正是刚毕业的博士 还有一个呢 他就是一个教授叫Marco D. Mago教授 他也是做经济学的研究 他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 教授金融 所以也是比较一个专家的人物 那么作为Splux的经济研究员呢 这个教授呢 将以我们的顶级研究论员团队合作 完成发布和进一步开发 我们的稳定币 还有这个工业叫BDLS协议 另外呢 这边呢 是一个人叫凯尔艾莱耶 是做营销的 他是波士顿学院的大师的学生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华人 叫Andy Zhang 他是做区块链建模 还有相关产品的设计 他是一个博士生 还有这边呢 是叫扎克纳尔逊 他是成长一品牌 他是主要是现在专注于发展加密生态系统 并构建将世界与现在货币研究出来的产品 这个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年轻人 还有呢 是这个凯瑟琳普洛茨 他是做业务发展分析师的 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的三年级的学生 还有呢 叫苏苏普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华人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学士 而且呢 刚从康奈尔的研究三毕业 是金融工程的理学硕士 还有呢 叫亚里克肖 他是做这个传统金融体系 以去中心化的金融的一个研究 还有呢 叫苏巴吉特雷 他是主要是做区块链相关的用户体验 他也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硕士 所以也是印度最顶尖的人才 好 还有呢 也是个华人叫安德鲁叶 他是一个这个 做很多的这个金融工程师 那么主要还有一个华人 主要负责技术呢 叫Joe Yu 他是一个首席研究助理 他是帮助一个王教授来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协议 还有一个呢 也是一个印度人叫米歇尔瓦德卡 都是很厉害的人 另外一个叫David Zhao 那总之呢 这家公司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它是一个初创公司 他的目标呢 是建立一个美元 那么我们下回呢 是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这个风投公司 也是一个挺有实力的 那么我个人呢 是比较看好这家团队 希望大家呢 能够尽快下载这个程序 坚持每天挖矿 那么一旦这个美元稳定币 能够正式开发成功 并且运用在一些大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币安啊 或者是火币啊 那么这个公司就会非常的值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